接着我在后片的基础上打前片 直接平行我们的袖子的袖中线 平行一厘米画前片的袖子 前片的袖子就稍微小一点 然后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顺着这个点 一样的长度 顺着这个点 我们来画前面的上级线 这个鉴定点到这里了 从这个地方下落一个8厘米 咱们画前领线线 这个地方的话 那个门巾宽度3厘米 从前中心线平行向外1.5 底板向下1厘米 画顺彻缸线 彻缸保持同样的高度 然后找到前领糊床的2分之1的位置 大约2分之1 这个具体怎么定格无所谓的 然后我们再来 画上这个袖子的这个葫芦 然后其他的都和这个保持后片同样的 只是说我们这个袖中线前片 我们要窄个1厘米 这个前片呢 我们就完成了 是不是相当的简单了 然后我们来画领子 它的特点其实就是在领子这个地方 它领子特别的大 领子呢 我们测量了前后领糊长之后 减一个0.5 领底高度3厘米 三分之一 平均放回三等分 然后这个喜翘的高度 2.5厘米 画顺这个领底线 然后垂直向上平行3厘米画顺上领糊线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它画一个圆形的 向你一个1.5 垂直向上一个5厘米 然后再向上一个6厘米 7厘米都可以 6厘米的 从这个地方啊 换一条红线 这个翻领的领顶线 这里垂直向上 这里向外一个6厘米 这个领子特别特别的大 你也可以不用画的这么夸张 正常的话也都可以的 这个领子就这样可以了 然后你也可以画小一点 从这里画过去 你也可以还要画大一点点 都可以 就是比较夸张的领子 这个高尺寸我都没有定 大家按照整个版型 自己喜欢的去定 整个版就打完了 你也可以在这里加一个口袋 口袋的尺寸自己去定 大小都可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需要电脑版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